擅长创造生活剧场的录像艺术家于正达 他邀请了七位艺术圈的工作者 用舞台剧的形式来演出 故事描述一家人他们一起庆祝父亲的生日 因为这一家人都在艺术圈工作 所以从他们的对谈中 带出了艺术圈埋藏已久的现实状况 而且这七位演员也包括了 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黄海明 长这样我就说 现在的艺术家到底是在做作品 还是当艺人都搞不清楚 讨厌 姐就是这样一针见血 坐在客厅的每个演员互相吹捧 用戏虐的对白呈现出艺术圈的问题 这是录像艺术家于正达的作品 以台湾的家庭原型 透过四机同步拍摄 演出一场肥皂剧嘛 你过年的时候你会常常觉得说 回家就是有一种奇怪的压力 因为会被询问 然后这种询问其实它本来是一种关爱 但它在你要真的回去的过程里面 它可能又变成一种压力 然后呢所以其实用这样子的原型 这种台湾家庭的原型呢 但是我们去讨论一个 在艺术里面 它的一个有趣的角力关系 故事开场是一家人一起庆祝父亲的生日 由于全家人都在艺术圈工作 聊天时就自然带出彼此关系的拉扯 而呈现出艺术圈中不为人知的现实 影片从客厅的互相吹捧开始 接着在餐桌上关心缺席的小儿子 还要讨论起艺术的市场价值 以及文化内涵 全现出对年轻艺术家的焦虑 最后从一块石头的作品 反缝艺术圈的利益关系 导演把七位演员的现实身份对调 北美馆馆长演出 冷眼旁观的历史学家 演出美术馆馆长的 则是画廊负责人 刻意转换以及对照 他们在艺术圈的位置 这些人他对调的这个身份 他是在模拟的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这个人应该是这样的角色 但他去扮演这个角色 他去讲出另外一样的话 然后在这里面就是说 他有一个转换身份的关系里面 也转换他的特质 从影片中 我们看见艺术圈不为人知的现实与心酸 他在zess年之间的角色 在某个人 和任何人中 我们在设议中 我们在这边